那集團董事蔡博斧 二十二號晚間身體不適 送醫急救不幸逝世 享年四十八歲 身後遺產二點一億 誰來繼承 其實我不是 不是一見鍾情內心的 沒什麼很特別的感情 當時與妻子黃敏軒 世紀婚禮轟動一時 但因為一段婚外情 兩人傳出早就離婚 戴著太陽眼鏡 俐落短髮 她是保時捷的top sales 理性業務 被政工抓到 與黃敏軒常用通訊軟體聯絡 還一起出遊 但平面媒體報導 親友爆料 蔡博斧跟黃敏軒 分居沒離婚 才會公開資訊 觀測站資料 蔡博斧在韓社參旅 擔任董事持股一百五十張 同時擔任韓社 國際投資代表人 持股九千兩百四十三張 光股票價值高達二點一億元 若真的沒離婚 黃敏軒渴望繼承 當初愛的農烈爆發婚外情 也沒走上離婚一路 親友爆料 甚至蔡博斧 從促世到醫院禮堂 黃敏軒都全程參與 幾十年的感情 感覺得到還是很珍惜 35胡客強烈安保台北報導